有人可以談一下就是關於死刑的宣判明天就要來了 那現在有人在猜出會不會是用比較限縮的方式的死刑 那你怎麼看這樣提 台灣現在主流民意就是反對費死 台灣歷次的民調都做高達八成以上的民眾認為有死刑存在的必要 現在民眾要求的應該是政府要極力打擊詐騙 而不是去推動費死 我們真的不清楚說為什麼民進黨政府執意要用大法官釋憲的一個方式 那明天有可能釋憲的結果會出爐 我們再一次沉痛的呼籲 不要大法官變成是撕裂台灣的千古罪人 我們更希望大法官可以政治少一點 但是務實層面多一點 讓台灣持續有這樣的一個死刑存在的一個必要性 嚇阻犯罪打擊犯罪 我想這才是目前台灣主流民意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明天的事件結果我們靜待 但是我們真的還是要再一次沉重的呼籲 希望大法官真的跟台灣主流民意接近 才能夠讓我們能夠持續大步的往前走 是不是如果看違憲的話 藍營這邊有可能就是杯葛的那個大法官的事態 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結果 但是在結果還沒有出爐之前 我想我們只能一而再再三的呼籲 要求希望大法官聽到台灣的主流民意 不要跟民意背道而馳 台灣的主流民意現況就是反對費死 說穿了費死只是民進黨少數人的意識形態 跟大多數的民眾 甚至我們知道連民進黨內部的主流民意 主流意見可能也都不支持現在推動費死議題 所以既然大家都沒有要支持的理由 我們真的不知道說大法官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如果說真的宣布是死刑違憲的話 那可能撕裂台灣更加劇大家彼此的對立跟分化 我覺得這對於台灣整體社會來說 絕對不是好事 司法案件我們一直強調誤網誤重 如果說真的有犯罪的狀況 當然應該要揪出來 常說正義不是不到 而是有可能遲到 但一定要到 不過也一樣 國人也會質疑說 為什麼犯罪的當下 並沒有去真的比較容易有掌握到證據 以及時空背景環境都還容易保存的時候 沒有盡力的來去偵辦 而是直到現在才有偵辦的空間 所以 我覺得這一個時間裡面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深思 甚至之前一直強調的司法改革 我們在新的會期裡面 也一定會好好的來跟 法務部長以及相關的司法單位來救教 到底我們現在司法體系 還有沒有更精進的空間 能不能給檢察官 檢調以及相關的執法人員更多的保障 讓他們不受任何政治壓力的迫害 能夠好好的偵辦相關的案件 把相關的案件給釐清 如果是清白的就還給大家清白 如果說是有犯罪的事實 也應該要即時發現 即時嚇阻 前後任總統交接之後 就讓這個司法案件 一個一個浮上來 難免外界會有這樣的疑慮 是不是過去有吃案壓案 不讓檢察官偵辦案件的一個狀況 我也不認為說現在一個總統上來說 所謂的開綠燈就可以大開大合 因為司法案件還是需要有相關的證據才能夠發動 所以與其大家外界會有這樣的質疑 我想也應該要由相關的總統府方面來說明清楚 正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都不希望 因為520的一個就職 政黨即便是政黨沒有輪替 即便只是一個這個總統的一個交接 然後就讓外界會認為是說 司法是政治的一個工具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代表過去八年民進黨執政所口口聲聲喊的司法改革 其實都是一場空 國人還是認為司法沒有改革 也因此 未來司法改革還是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方向 讓司法有公正性 讓司法有期待性 這才是國人希望看到的中華民國司法 有那個BB call的事件 因為就是在聲明發明之後 有些社群的帳號開始發文指說台灣有什麼等等 那國外人士就我跟你說 這可能是中國認知平價的部分 現在這種世界的恐怖攻擊 我想我們網路上的謠言 絕對不應該親信 那尤其相關的一個廠商昨天已經有出來說明 也發表聲明了 我們還是相信我們的廠商都是製造 合格並且用在正當用途的一個器材上面 絕對中華民國以及我們台灣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沒有一個人會去支持任何行動的暴力恐怖攻擊 我想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求政府部門也應該要對外 對世界說明清楚 中華民國絕對不支持任何的暴力攻擊 這樣的行為我們絕對不支持也不允許 委員長 後面有一些認知是這樣的空間嗎 或是說未來國安組隊有照針對這件事情特別突然 既然在這個議題上面 他是世界大家都有所關注的 所以我想不管是政府部門 國安團隊都應該清楚明白的 透過任何的管道 向世界發出這樣的訊息 中華民國我們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沒有人會去支持暴力攻擊 恐怖攻擊或是任何的炸彈攻擊 我想這應該是由現在政府 好好向世界說明清楚的 因為我們至始至終都相信 在世界上面台灣可以跟大家和平相處 但我們絕對不支持不允許任何的暴力攻擊事件發生 請問請問一下 最近中國的國安單位 流至台灣的情況 比如台灣的情況 好像有越來越多的狀況 然後就有些人 後來也被台灣人的時候 就不讓他回台灣 然後也有兩岸就是說 現在的中國禁止是用作權 不會變成說想幹嘛去幹嘛這樣 這個我不了解 畢竟這段時間我沒有前往中國大陸 那還是要由陸委會以及相關單位 應該好好的去釐清跟了解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說真的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陸委會也應該要富起溝通的平台跟角色以及管道 去釐清為什麼會針對性的 對於台灣人民的部分 有這樣的一個 如果說有差別對待的話 我想我們也不希望看到 也不希望發生 畢竟任何台灣人民 在世界各國以及各地方 來去做一個移動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各國各地方政府 都能夠對於我們台灣人民有一致的對待 那你怎麼看 等於說政院現在要調降這個娛樂稅 那因為之前好像娛樂稅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但現在外界有想說 那以後唱歌看電影的票價 到底可不可以調降 我以為你怎麼看 我們過去也有相關的委員 在財政委員會有提過類似的提案 但是當時我們都一直強調的是 應該是要還稅漁民 就是娛樂稅如果說要調降的話 也應該要督促有效的管理 讓業者能夠把調降的成本 回饋到民眾身上 而不是幫業者來開脫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要由財政相關單位 來去做好好的規劃 如果說現在政府真的願意從善如流 來調降已經不合時宜的娛樂稅 那有一些娛樂稅的部分 該調降 調降之後怎麼樣能夠把反應 回饋到一般民眾身上 而不是獨厚特定的廠商 我覺得這個就是現在政府部門應該規劃 也是當初我們在財政委員會 一而再再而三立法修法的時候 強調的初衷 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一個立法實務研討會 內容大概會討論什麼 立法實務研討會是我們國民黨團 每個開議日前一天都會定期來做的一個開會事項 那原則上我們會有今天應該會有三個階段 分別是這個書記長的交接 那之後再來我們黨團總召書記長會來報告 我們下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以及智庫也會來做相關報告以及說明 那最後再由黨主席這邊來做精神喊話 所以2點到3點40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就是我們會把我們下個會期第11屆第二會期 比較重點的法案來去做一個歸納跟交換意見 那其中包括很多的民生法案 消防法、學生輔導法、吹哨者保護法、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相關部分 這一些都會是我們列為下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那當然還有一些可能會在今天下午 我們來去做會集各委員的一個意見之後 然後來去做統整 下個會期開始我們已經敘事待發準備好了 這個見在懸上其實每一個人大家都很期待 能夠明天趕快來開議之後 好好的為人民以及把我們想要推動的法案給盡速推動 請問一下中國取消對台三次向民政民意 會是批評說中共的這些善意都是有所謂的政治目的 隨時都可以取消的 是啊 這不是民進黨政府一直告訴我們的嗎 就是中國大陸提供的這些善意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現在就是民進黨政府告訴我們要怎麼做啦 既然你們口口聲聲講有政治目的 那現在也應該要告訴台灣人民 台灣的農民到底 現在有什麼樣辦法再去協助銷售我們好的農產品 還是強調台灣的農產品我們絕對有信心 也都經得起考驗 能夠買到台灣的農產品的絕對都是聰明的消費者 那現在應該是要民進黨政府來好好的幫台灣農民找出路 能夠怎麼樣來賣出這樣的一個農產品 能夠讓更多消費者能夠買得到 我沒有去同來協商 要不要問一下幹部 好不好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相信是 因為本來之前上一次六月的時候就已經要通過這個執行長嘛 那沒有通過韓院長願意在925的時候正式親自出席 我想也是代表對於整個基金會的一個重視 由董事長來出席 並且跟所有的董事大家共同討論 我想 所有董事應該也要尊重董事長的這個提名的權利 那並且執行長通過之後能夠好好的來執行業務 向董事會負責 我想組織贓成都寫得非常清楚 我們希望民主基金會能夠好好的正常運作 讓台灣讓中華民國能夠更被外界所看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